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中国近期采取的经济刺激策略 这一策略虽然不算不择手段 却显示出长期与稳定的意图 随着中国政府近期宣布的6万亿元人民币债券配额 目的是减少地方隐性债务 外界的期待却未能如愿以偿 甚至普通居民的兴趣也逐渐减退 经济学家们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北京的策略更像是战术调整 而非全面的经济反转 我们将讨论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以及在面对外部挑战时 如日益加剧的贸易战 中国是否能够真正实施有效的刺激政策 专家们对于中国的财政策略有着不同的看法 部分人认为需要更强的刺激来应对当前的经济低迷 另一些人则担心这样的举措 可能无法根本解决结构性问题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 未来几个月的经济走向将成为重点关注的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南华早报 它讨论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刺激策略 以及外界对其的分析和看法 随着全球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 中国的经济政策备受关注 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周期处于低谷的情况下 以下是对这篇文章内容的详细复述 近来中国的经济刺激策略成为了许多讨论和猜测的焦点 各界对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压力充满期待 但北京方面却保持了一种神秘的态度 只是重申将在明年采取更强有力的财政政策 仅在一个多月前 中国的领导层公布了一系列渐进的政策 旨在避免经济在多重压力下的进一步下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些计划也逐渐浮出水面 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常务委员会 最近批准了一项额外的6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券额度 用来化解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这一措施旨在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从去年的14.3万亿元大幅减少到2028年的2.3万亿元 然而公众对于这些刺激政策的兴趣 相比一个月前已经大大减弱了 随着几场高调但相对平淡的新闻发布会的举行 早期对政策的热情逐渐消退 相较于北京早期的零散政策公告 这一轮的政策显示出在规模和主动使用工具上的重大变化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种变化已经延迟了多年 尽管如此 中国似乎仍然不愿意一次性注入强劲的刺激措施 来彻底扭转经济的疲软 标准扎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指出 这并不是不择手段的做法 至少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 市场最初误认为北京会采用不择手段的策略 这也是为什么最初市场会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 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的经济痛苦 因为加剧的贸易战可能会影响中国当前的增长引擎 出口和制造业 麦格里集团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胡小韦泽表示 如果对所有中国商品的关税上调到60% 北京将不得不加大刺激力度 尤其是在住房领域 经济学家们指出相较于以往优先考虑风险防范和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北京的行动更像是一种战术调整 目的是争取时间 尤其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周期都处于低点的情况下 尽管北京仍然希望通过先进技术来促进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 但也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以便在为时已晚之前将经济重新引入增长轨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宏观经济形势不佳 人们的收入持续下降 那么如何进行改革 对于反对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人士来说 结构性改革一直是他们的主要理由 但这位经济学家强调 扩张性政策和改革并不矛盾 他指出 多年改革几乎毫无进展 尽管倒退却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到目前为止是否真正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仍不明朗 在10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财政部长蓝福安表示 中国的财政具备足够的韧性 通过综合措施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和年度预算目标 他的话被一些经济学家解读为 可能未能意识到扩张性政策的基准是财政可持续性 而非简单的财政平衡 普遍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国债利率低于其GDP增长率时 该国的国债是可持续的 在平衡表衰退的情况下 中国可能追求的平衡预算是不可接受的 野村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九宝田李世指出 九宝田创造了平衡表衰退的概念 描述了高水平的私营部门债务导致储蓄增加 进而导致经济放缓的状况 这正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处境 九宝田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当经济处于平衡表衰退中时 政府绝对不能尝试平衡预算 这实际上意味着公共借贷的结束 这将阻止政府借贷和支出 而私营部门则因为试图修复其资产负债表 而增加储蓄和债务偿还 结果 这些多余的储蓄将从收入循环中消失 导致经济中的通缩缺口 九宝田认为 中国政府内部可能存在两派尚未达成共识的意见 一派理解平衡表衰退概念并主张反周期的财政刺激 另一派则不考虑平衡表衰退而主张平衡预算 这在私营部门借贷充足的情况下是可取的 但在经济面临巨大压力 并可能在短期内迅速下滑时 刺激措施是必要的 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在清华大学举办的论坛上表示 任何刺激措施都会带来成本 但他们为长期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 他呼吁推出至少十万亿元的刺激计划 并指出当前的计划可以结合刺激和改革 即通过支出建立新的机制 创造支持中长期高质量和可持续增长的制度条件 刘世锦强调 促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是一项关键任务 这将改善城市对农村移民工及其家庭的接纳能力 并为他们提供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服务 这已成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个月发布的代办事项清单上的亮点之一 他指出 仅依赖刺激而不进行改革 无法解决长期面临的需求不足问题 尽管人们似乎对刺激更感兴趣 显然 在这种背景下 刺激这个词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内涵 与西方的情况大相径庭 西方通常采用更积极和直接的措施 例如向家庭发放现金 然而 中国的财政刺激大部分不会直接增加GDP 因为支出多用于购买现有资产 如未完成和未售出的住房 或用于弥补损失 亚洲太平洋地区 Nate Access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 加西亚埃雷罗表示 这是一笔巨大的资金 但所有资金并不会促进增长 尽管它们非常有用 因为中国需要清理这些债务 他指出 他们已经推迟了多年 但现在无法再推迟 他预测 当前已公布的措施 不会导致明年GDP增长率的大幅上升 当下的政策仍然聚焦于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业的问题 对家庭消费信心低迷的回应有限 经济学人智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苏月表示 这一策略显示了北京的转变 从此前再去杠杆环境中促进GDP增长 转向现在试图通过更高的GDP增长来解决债务问题 苏月补充道 当GDP增长乏力时 降低杠杆比率将是极具挑战性的 标准扎打银行的丁爽也指出 政府在债务置换和银行资本重组方面的支出 对于促进2024至2025年的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有限的 他表示 1万亿元用于去杠杆化和1万亿元用于支持实体经济 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去杠杆化对经济的好处将在长期内更为明显 目前经济政策的具体走向上不明确 市场关注的是即将在下个月召开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预计该会议将提供更多关于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线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刺激措施通常指的是 政府或中央银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或行动 旨在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 降低利率或直接增加政府开支等方式来提升经济活动 这些措施通常在经济放缓或衰退时期使用 以刺激需求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 在经济学中 刺激措施可以分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类 货币政策刺激措施由中央银行执行 主要包括调整利率和进行量化宽松等行动 降低利率通常会鼓励借贷和投资 而量化宽松则涉及中央银行购买政府债券或其他资产 以增加货币供应量并降低长期利率 财政政策刺激措施则由政府主导 通常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减税或向市民提供直接补贴来实现 增加公共支出可能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科研投资等 而减税则直接增加个人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 从而促进消费和投资 刺激措施的背景通常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在经济衰退或增长缓慢的时期 消费者和企业可能削减支出和投资 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 此时刺激措施被视为一种逆周期政策 旨在通过增加总需求来平衡经济 历史上刺激措施在多次经济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推动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念 其中一个核心概念就是通过财政刺激来应对经济下滑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纷纷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 以稳定金融市场和恢复经济增长 这包括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和中国的4万亿投资计划 然而刺激措施的实施也伴随一些争议和风险 过度的货币刺激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而过度的财政刺激可能增加政府债务负担 此外 措施的效果也取决于时机和规模等因素 如果实施不当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关于刺激措施的效果 各种研究和数据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一般而言 刺激措施在短期内可以显著提升经济活动 但长期效果取决于结构性改革的配合 例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 财政刺激在衰退期间通常是有效的 但在经济接近或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时 其效果可能减弱 此外 刺激措施政策的设计应考虑到国家的财政状况 和债务水平以避免长期不可持续的后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刺激措施的影响往往不局限于一国之内 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变化 可能通过贸易 投资和资本流动等渠道 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 例如 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化 通常会对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 这使得各国在制定刺激措施时 也需要考虑国际经济环境和对外经济关系 总体来说 刺激措施是经济政策工具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有效性和潜在风险 需要根据具体经济环境和政策目标 来进行综合评估和应用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